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视频来补充一下龙夜叉击和寻香型两个AOE圣容的输出对比 一方面是寻香型这边更换了仙女作为一个剑伤的辅助 来看一下伤害会不会超越之前测的3600万 另外一方面是测龙夜叉击这边调整了不同的辅助配置 把石灵变成了迷斗子 然后也尝试了各种御魂搭配 那么从左上角开始我逐一介绍一下阵容 寻香型这边依然是散剑的爆伤没有带爆击 通过轻击和寻香型自身的破防 来造成一个间接伤害必定爆击的效果 仙女轻击还有寻香型 他们的间接伤害都可以因为零防御而触发必定爆击 所以仙女御魂带的也是万宫没有带爆击 然后是龙夜叉击这边的三组阵容 上面的是龙夜叉击搭配千击和圆剑神的一个长线战斗 因为是搭配了千击所以带的是狂谷土之助 那左下角和右下角带上的都是一番辉叶击加不见月 不同的是狱魂一个选择了海月火狱土之助 另外一个选择了兵竹布土之助 我先说一下结论 那龙夜叉击这个说出是神搭配音乐的效果 比搭配千元哨更好的 因为龙夜叉击自身有一个100%的效果增伤 和千击圆剑神的增伤叠在一起就会互相稀释效果 变得不再那么明显 反而是阴翻灰叶剧的爆伤和不见月的加攻击 对于龙夜叉击来说效果更好一些 那在狱魂选择上面既然带的是阴翻灰叶剧 肯定就要控制一下狱魂不能带狂鼓了 所以左下角选用的是海月火狱土之助 利用多号一点怨力来增加40%的伤害 右下角选择的是兵竹布 通过兵竹布的无视防御来提升土之助和回合内的伤害 辅助式神上面 迷豆子带的是250面板速度的招财圣气楼 圣气楼是为了防止迷豆子自己被控 而迷豆子二技能拉人可以帮助队友解控 所以这个组合在面对有空的boss时可以打出更好的效果 英翻灰叶剧极限暴伤 不见月选择了屠佛的极限防御 利用不见月自己普攻以后在虚大咒的机制 来触发屠佛还有自身的增伤 英翻灰叶剧极限暴伤 不见月选择了屠佛的极限防御 利用不见月自己普攻以后在虚大咒的机制 来触发屠佛还有自身的增伤 我们现在来对照一下伤害 先看一下龙夜叉剂自己这边 龙夜叉剂搭配音乐的效果肯定比千元少好的 那在音乐阵容里面搭配上冰煮布土蜘蛛的效果是优于海月火域土蜘蛛的 那么最后的伤害测试打下来 三分钟的时间 插机配合千元打了2500万 插机配合音乐带上海月火域打了2680万 插机配合音乐带上冰煮布土蜘蛛打了2850万 冰煮布这个我连续测试了两次 伤害非常稳定 两次都是2850万 仅有个位数的差别 所以可以排除掉误差 然后再说一下寻香型这边 寻香型在搭配仙女情况下 对比搭配SP灯伤害有所下降 最后只打了3200万的伤害 龙夜叉剂这边在更换了 蜜豆子加上冰煮布土蜘蛛之后 达到了2850万 对比下午的石灵加上海月火域土蜘蛛 提升了450万的伤害 那么本期视频结合下午的测试 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 在小怪是800防御 BOSS设置为1000防御的情况下 间接伤害队伍还是要相对更加吃香一些 而不管是两面服还是龙夜叉剂 以我的御魂配置 想要达到3000万这个门槛 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好了 那么现在阵容测试完 大家还有什么小看的打装AOE测试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面留言 正好现在超鬼王也要来了嘛 我们还可以结合体肤的超鬼王实战 来看一下哪个阵容才是高薪超鬼王的最优选择 那本期关于龙夜叉剂还有寻香型 在更换配置以后的伤害测试视频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